嗨,大家好,我是在美国赌场工作的疯婆子 我现在已经下班,回到了家 今天我发的是50美金最低赌注的百家乐 那么昨天我发的是制骰子 我为什么提起昨天 是因为在工作当中发生了一些小插曲 我想跟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我刚学完这个游戏三四个月时间 对于这个游戏来说还是一个非常新的发盘员 因为我并不是每天都发这个游戏 那跟我在一起工作的呢 因为制骰子这个是需要三个发盘员一起来完成 还有一个主管 所以说要有四位同事 同时来完成这个游戏 那有的发盘员呢 他可能工作的在这个游戏上面就做的时间比较长 所以说呢 他自然而然肯定就是知道的 或者是支付筹码会比较快 那我支付筹码慢的话 有个别的发盘员 他就是比较的不耐烦 而且在我比如说做那个steak 就是把那个骰子 用那个竹竿呢 送给玩家去投掷这个骰子 当我做这个职位的时候 有的时候他们会赌一些中央区域的赌注 有的时候我配错了的话 他不告诉我 他就直接的 我告诉他配多少 他就把它发给这个玩家 然后发完之后呢 他又忍不住想炫耀自己的聪明 所以说这个时候他怎么办呢 他就说 马上就说 哎 你付错了 我说 那我付错了的话 我告诉你去付这个钱 你付给玩家了 你明明知道付错了 那你为什么不再付之前就说呢 他说这个是主管和你的问题 这个不关我 不关我什么事 我说那我们这个游戏呢 是一个 一个teamwork 就是一个团队的合作 他说 那我不管 所以你看 你在工作当中 你遇到这样的同事 而且他 我不知道为什么 就是他对我就非常的挑三拣四 他甚至是知道我在做这个游戏的时候呢 就当着玩家的面 当然我没有听到 是我同事告诉我的 说 哎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工作 在工作当中 我并不是特别慢 甚至是特别差的 说真的哈 他们有的工作比我时间长 比我慢的还要有 我说的是这个游戏 制审的这个游戏 而且这个发盘员 他虽然做的时间长 但是他几乎每次 我跟他在一起合作 他都会出现大大小小的错误 最低级的错误就是 他做那个 把这个 骰子送给玩家的时候 他竟然能送错人 所以说 而且这样的事情 已经发生不是一次两次了 所以我就会觉得说 你自己本身做的都不好 你有什么资格去投诉别人 去说别人 甚至最不专业的一个地方 就是当着玩家的面去说 因为首先如果我真的不好的话 玩家就会说我了对吧 玩家没有说什么 主管也没有说什么 但是他就会非常的多事 而且还有一次 我又是跟他在一起合作 那我是也是 因为我们这个拿这个竹竿呢 把这个骰子送给玩家 这个职位呢 是轮流来的 这个三位发牌员 所以当我坐到这个位置的时候 有个玩家说 那你给我选两 一共是五个骰子嘛 他说你给我选两个骰子 然后呢 递给我 然后因为我是做这个 我是把这个骰子送给玩家的 但是呢 这个我这个同事 这个发牌员 他就拿起两个来 他伸长了手 拿起两个来给了玩家 我说no 我说这个是我的工作 你你不会说 你你来去把这个骰子送给玩家 这是不对的 所以我就把他的 送给玩家的两个骰子拿回来 我又给了玩家两个骰子 所以说有的时候在工作当中呢 你会遇到这样不专业 然后又自以为是的同事 其实他们唯一的一个长处呢 只是在赌场里头工作时间 比你长一些 而且呢 有的时候说真的哈 你投诉 有时候也可能没有什么用 因为他工作时间比较长 赌场呢 就跟其他的公司是一模一样的 大家真的不要觉得美国的公司 就好像是非常的正规公事公办 那个样子 不是的 其实也是很多的小团体 尤其是在赌场是一个很特殊的一个工作场所 因为他有很多的亲戚啊 他是在同一个赌场里工作 你知道吧 就亲戚介绍亲戚 甚至有一家 你知道吗 五六口都在我们赌场工作 你想想 所以他是有一个一个一个的小圈子组成的 所以有的时候你去投诉的话 可能他还会向着那边说话 而且这位同事最过分的一点 就是在我下班之前最后一个休息的时候 竟然跟主管说 等我回来的时候 他不想让我去做那个steak 就是拿猪肝把那个骰子送给玩家 这个职位 他想让我去做那个 就是摆放筹码的那个法拍员 他说 我有点慢 其实呢 就一位玩家玩的比较疯 就是筹码比较大在中央区域 所以说我并没有多慢 对吧 因为那个玩家也不是经常的去下中央区域的赌注 他只是想在那个变相的投诉我 也不叫投诉吧 就是显示他比我快 你知道吧 我当时并没有想太多哈 当主管跟我说 哎 你最后一个休息回来 那你不要去做这个steak 你呢 去摆放筹码 我说没问题呀 但是今天我在工作休息的时候 我其他昨天跟我在一起工作的同事跟我说 他听到这个发拍员跟主管说 他要求做这个steak 然后把我换掉 我一想原来不是这么回事 你主管安排我做什么 对吧 那他是有这个权利的 但是你作为发拍员 你是没有权利去安排其他发拍员的工作的 而且我在这个游戏当中会是慢 甚至会出点小错误 我说的大错是把钱付错了 这叫大错对吧 那你说你摆放筹码的时候 我们的规矩是从外往里摆 但是有的时候你忙起来 可能你你忙对吧 就顺手就从里往外摆了 那这种小错误 我说的是 就是不是说付错筹码 这种小错误呢 其实说真的哈 就是大家都会烦 就是说白了没有按照赌场的游戏规则去摆放筹码 就是这个问题 大家都会烦 每个人几乎在这个游戏上面多多少少都会烦 但是支付错筹码是非常大的问题 当我知道这位发拍员呢 告诉主管把我的工作内容调化了之后呢 我心里非常的不痛快 因为作为发拍员 我们是没有资格还有权利去安排别的发拍员的工作的 所以呢 我就跟这个主管说 我说其实呢 你安排我做任何的工作呢 我是可以去做的 但是这个发拍员呢 他是没有资格的 而且昨天也不是那么忙 当然我可以感觉到这位主管还是向着那位发拍员说话的 因为呢 可能他们经常在一起出去去露营啊 或者是去在一起玩啊 对吧 但是呢 工作就是工作 如果你打扰到我了话 我就会去告诉你 你不要这样去做 就是因为我是在这个游戏上是新的发拍员 所以我更需要多的时间 还有机会去练习 你因为我无中生有嘛 因为根本就不忙 对吧 所以说 有的时候整个的排桌 人几人我都能应付得过来 对吧 然后就这一两个人 你去把我换掉了 显示什么呀 对吧 他除了比我工作 在赌场里工作时间长一点之外 没有任何的长处 比我在工作当中 我说的是好 但是我觉得不管怎么样 我们也要让经理 还有其他的主管知道 就是说我在工作当中遇到了什么问题 那别的发拍员 他如果在工作当中没有办法好好配合的话 那我下一次可以说 我不想跟他在一起发牌 发这个游戏 因为其实你在赌场工作时间长了之后 你会发现只有制骰子这一个游戏 是你需要跟其他发拍员配合完成的 其他的游戏你都是单打独斗 当然你说换筹码呀 你出错需要主管来纠正一下 或者是跟玩家有纠纷的话 你可以请主管过来帮忙 但是大部分的情况下 99%的情况下都是你自己去完成 但是制骰子这个有点不同 它是需要四个同事一起完成 所以说大家的一起合作是非常重要的 尤其是不能在玩家的面前去说同事的坏话 甚至是挑三拣四 因为这是非常不专业的一个行为 说白了你算老几呀对吧 就算你是主管 你也不能在玩家面前无端的去找同事的麻烦 这个更显得就是 你到底想要这个发拍员更快的完成工作呢 还是紧张的不知所措对吧 所以说你跟不专业的人在一起工作 会非常非常多的烦恼 也会觉得这工作时间非常难熬 因为我也会经历这样的事情 所以说那我怎么办呢 这个有的时候它不是坏的事情 因为它有的时候会催着你去思考 我怎么能把这个游戏变得越来越好 学得越来越快 还有呢就是说 我可不可以 我们不是说一种讨好 就是说我可不可以换到别的班次 我可不可以少发 跟经理说一下 我少发或者是少跟这样的人在一起合作 这个呢其实都是很灵活的 千万不要把自己 尤其是在工作当中把自己憋屈到每天都痛恨上班 其实这种人就跟平均分配了一样 在公司里有 学校里有 甚至家庭成员当中也有这样的人 动不动就拧的拧的去投诉 去打小报告 有一些事情 其实有的时候我们作为华人或者是好多同事 他不太愿意去投诉 你像我几乎就很少投诉 你就像上一次他把我提出了制傻子培训班 那我肯定要去说的 对吧 因为这个本身就是不公平 从来没有发生的事情 但是呢 其他的时候我们都会觉得说 有的事情真的觉得不值得 就是至于的嘛 你去投诉人家是吧 大家都不是故意的 都不是诚心的 但是有的真的是故意的 因为独厂里头工作人员比较多嘛 什么样的人都会遇到 有的时候遇到不好的同事 确实会影响你一天的心情 但是呢 有的时候回家来想一想 就觉得不值得 然后我就跟自己说 不要在他们身上浪费时间去想 根本不值得 这样的人呢 仗着自己在赌场工作时间长一些 对游戏啊 掌握的好一些 还有呢 跟个别的同事关系走得近一些 他就觉得自己可以为所欲为了 对不起 你打扰到我的话 我就是不允许的 所以说而且你想这样去做对待别人的话 那你是不是也想别人这么对待你呢 而且这个发牌员呢 怎么说大家都不喜欢跟他在一起合作 因为他事太多嘴太碎 在工作当中呢 总是觉得自己做的时间比较长 指手画脚 甚至呢还很脆弱 就是他处处的显示自己想比别人好 但是呢别人有一点点就是不顺他的心 他就说别人对他很粗鲁 是什么的 就是那种玻璃心了 所以有的时候呢 哎呀 我只能希望自己往后少一点跟他在一起发这个游戏 但是呢 跟他发这一种游戏呢 在一起也没有关系 因为你遇到这样的事情多了 其实你反而更知道怎么去处理 去对待了 对吧 这样的人真的是在哪里都会遇到 真的是让人烦不胜烦 因为我们呢 想的非常简单 不想花心思去做什么内斗 只想专心的把工作完成 然后下班回家 但是呢 有的人呢 他就是把心思不用在自己的生活上面 他就是每天在工作当中就是挑三拣四 我真的有的时候觉得 这个能让你快乐吗 对吧 你在挑别人的毛病的时候 你总是看到消极的地方 你总是觉得想去逗气 其实呢 有的时候我们应该把自己的注意力 专注在自己的生活 还有工作上面 而不是别人的事情上面 否则的话你永远都不会开心 对吧 所以在工作当中 我们如果遇到这样的事情呢 该投诉的时候 你就必须得站出来去保护自己的利益 但是我觉得最重要的一点 有些时候 就把他们像屁一样放了 因为真的不值得去浪费时间哈 然后最主要的是我们在工作之外 在生活当中要学会投资理财 说真的 我们的工作再辛苦 你再憋屈 你靠工资 死工资的话 你也不会发家致富的 能攒下钱的全部都是靠投资 能有钱 全部都是靠投资 所以我们不管是投资房产 还是投资股票 基金 让自己越来越有钱 你呢 也可以越来越有底气 所以我们平时一定要提高自己的投资理财的意识 还有拿出行动来 因为靠死工资是发不了财的 当然靠赌博也不会哈 你见着谁靠赌博发家致富了 如果真的是赌博可以发家致富的话 我们作为发发员每天在赌场里头看着别人玩牌对吧 他真发家的话我们肯定会去效仿呀对不对 但是呢 没有 我看到了他们只是在那熬了一个夜晚 又一个白天的 在那熬的都特别的疲倦了 就是不想回家 所以可能也是一种孤独打发时间嘛 但是呢 我觉得在赌场花钱去打发时间简直是太昂贵了 是吧 我们可以有一些其他的兴趣爱好 所以呢 今天呢 我又跟大家唠叨了这么多 就是说在赌场工作的时候 甚至在其他的工作环境里工作的时候 遇到不友善的同事呢 我们首先要让自己心宽 因为这样的人啊 你是躲不掉的 不管是在学校家庭 还有工作当中 你都会不同的工作当中 你都会遇到类似性格 还有脾气秉性的人 没办法 小人无处不在啊 但是呢 我们也要让自己更强 业务能力更强 工作能力更强 把注意力呢 从这些消极的人身上挪开 去做一些更让自己开心的事情 专注在自己的生活 还有家庭上面 还有呢 就是投资理财 当我们的财务自由了 有更多的钱了 我们也就有了更多的选择的权利 而且啊 在投资的过程当中呢 也会让我们精神 还有物质 越来越富裕 毕竟现在什么都贵哈 都离不开钱 谈钱并不俗气 谈钱很现实 因为生活就是很现实的 但是呢 我们一定要聪明的去投资理财 好了 今天又跟大家唠叨了这么多 我就觉得豁然开朗 就像外面 特别美丽的天气哈 万里乌云 其实真的不是事哈 这些呢 都是过客 有些时候我们还是 更专注在自己的家庭 还有生活当中 会让我们的人生 更加的精彩 我们下期视频见 爱你们 拜拜